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一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 我们要请来宾 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 赖岳前教授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 浅秋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 董之森 是 大家好 金门 讲到金门就想到董哥 但是在这个两条人命的意外事件 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可以解决的方法之外 我们有两名调客说是迷航了 这个船上面被大陆方面协助 把他找回去了 但问题是 要不要送回来 这两个人后来发现 其中一个人有军人身份之后 而且是限职之后 发生了现在两岸 几乎没办法沟通的状况 陈云生委员刚刚最新的消息 是他透露说 这两名迷航的调客 规划今天下午就会先送一位 没有军人身份的这位 无限调客回来 因为他比较单纯 但是目前相关单位都说 还没有消息 至于另外一位现役的军人 无限调客可能要多留几天 不过这个消息仍然还没有得到 官方的任何的证实 到底会怎么样 重点是一个军人现职的身份 就会引起很多的揣测 两岸又没有沟通的正常管道的话 那该怎么办 当然陆委会只有公开一直喊话说 希望中国大陆赶快送回两名金门调客 还甚至有传出来说 中方对我方已读不回 过去常常讲说我们什么水果被禁 什么的都是说已读不回 那现在陆委会发言的人赶快出来否认 他说没有啦 没有已读不回啦 对方是有跟他沟通 有联络 但是表示上面还没有做出决定 所以人现在还没有办法顺利接回 下午有没有机会 其中一位先回来 我们就拭目以待 但是金门海巡队现在谁出来回应呢 其实这个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了 这一次是金门海巡队的主任 出来讲话 吕中翰 他说只要能够回来 什么理由 什么形式都可以赶快乐见集成 赶快促成 那看到这个人呢 管碧琳 现在是神隐的 记得吗 上一次整个冲突事件的时候 几乎在我们官方的处理方式是 想要把民间拉到官方 把官方从地方政府拉到中央 最好中央对中央谈 把层级一再拉高 但现在这个事情发展 实际上反而是中 所谓的中央部会首长们 管碧琳 都不再做任何的回应或发言 而是由金门的海巡队的组长 主任 就可以去回应了吗 这是我们的两手策略吗 那当然北京的灰色战略 被形容是什么 当然这个画面刚刚看到的是 很少见的一种联合演习的方式 这个是有海空军 海警就是军警一起联合的演习 而且是昼夜一起串联的项目 被说是一种实战演训很少见 这种叫做暴力抗法等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海警船 遭遇到各种的状况的时候 不管白天晚上 还有军方要跟警方一起联合的时候 这当然联想的可多了 这跟我们台海最近发生这些事情 都有关系 是代表随时准备作战的概念吗 那再来看看菲律宾好了 现在中美对抗底下 对于中非在南海冲突这件事情 一直有各种的新的意外发展事件 不小心就会搞大 大家都在担心 而布林肯前阵子 美国国卿访问了菲律宾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画面 当然他随后也发表了一个 一定力挺菲律宾的这样的态度 双方共同的友谊坚定 等等这种态度声明 但看到画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怎么会这个访兵是这样做的 而小马可是做是这样做的 那布林肯坐小椅子 这个怪怪的吧 有点大家联想到 就是川普接见无曲奇的时候 让他坐小椅子 羞辱他那个氛围 当然没有那么的显著 因为看起来态度画面自在充容一些 但看看人家王毅去的时候 菲律宾怎么对他的 是这样平等的相对 比较像合理的对等外交的姿态 公布的官方照片是这样 那这个是美国方面不介意 还是友谊已经好到这个程度 没有再计较不知道 但显然菲律宾跟中国最近的冲突事件 是非常的越来越多的 例如最新发生的这件事是在21号 菲律宾有34名人员 上了这个小铁线礁 这个礁岛上面去活动 中方海警执法人员 立刻依法登礁 而且查处把他们抓起来 这些中国队包括的 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 这个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说 甘雨说 这都有充分的历史跟法理依据 是拥有主权的 所以经过警告劝阻无效 所以只好直接查证跟执法处置 其实在这个登岛之前 我其实觉得很纳闷 如果说前面都已经有这种对峙 为什么他们30个人还要坚持要登岛呢 因为这画面是在这个铁线礁外面 就有一场海上对峙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看画面 这个画面上就有直扒的盘旋 什么概念 就是编号5240的中国海警舰 旁边宁静的监视这菲律宾船的行进路线 旁边算一算 如果我们画面上可以算一下的话 大概有将近10艘左右的中国渔船 一起环绕 把它团团包围住 要阻止菲律宾船继续往这个铁线交去前进 同时空中看到没 这直升机 是直扒直升机空中待命戒备 等于是从海空一起来监控这艘渔船的动向 但是这艘菲律宾船还是坚持 人34个人就是上了这个岛礁 这个到底就为什么 大家觉得不知道 他就这么坚持吗 看看现在这个海域的各种部署里头 除了现在南海这里菲律宾动作频频 在日本的部分 现在有四艘将近钓鱼岛附近的海域 3月20号也有四艘中国海警船 航行在钓鱼台列岛的海域这附近 那么海上 日本方面的消息是说 海上保卫本部立刻对海警船提出警告 呼吁他们赶快驶离 所以就是南海 还有日本海 还有当然金门海域不用说了 这附近都有各种的 大家感觉紧张的氛围在 金门人董哥 对于现在金门渔民们 或者是当地的心情一定最了解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礼拜天 那时候我也在金门 发现大雾了 包括小山通 包括飞机都没有开 他们坐的是坡特船 那种船更小就去钓 当然就进入了对方的水域 这是很清楚的 他们自己也看不到 在海上看不到 因为雾太大的关系 雾太大 因为所有飞机21班都不开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就把它救起来 海警队把它救起来以后 然后这两个钓客很天真 有一个比较单纯 他就讲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另外一个比较不单纯 因为他是职业精人 限职 限职的职业精人中士 他是金门人 他就骗海警 不讲他是精人 他随便讲一个行业 后来被人家查出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厉害 查出来 你有职业精人的身份 你现在要故意隐瞒身份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现在碰到的难题 另外一个大概 如果今天没有就明天 就送回来 另外那个比较单纯 这个福姓的中士 他会比较麻烦 因为等于说 你是不是有特别的用途 今天可以想像 如果是解放军说我们来钓鱼 跌过金门到廖楼港附近 然后被我们抓到 他说我不小心跌过来 我是是不是 我们一定会认为说 你别有企图 所以他现在的复杂这样 我们看到大家在讲惊吓 因为我们还行 把两个人弄死了 然后态度又不够诚恳 我们现在还扣留 这两个被弄死人的遗体 现在也不发烦 也没有对话管道 因为谈了15次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过错在我们这边比较多 不用讲 你现在态度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态度没有 你单纯的我还是还给你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并不是我们手讲说 完全没有办法去协调 因为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人道还是很看重 就好像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知道说 其实是有管道可以 整个事情发生以后 其实我刚刚讲 这个职业精人是我们金门的乡亲 我们那边内涉的人也不少 我们也问得到 但他只是没办法放你走 他把他关在海警船上 要等候上面的指示 说抓到一个职业精人那怎么办 怎么处置 对 等你台湾来谈 对 如果是我们 我们一定会这样 对不对 然后不来我们人就不还你 我们连死人都不还 何况是活人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管道问了 问了说因为他有这样的 开始又欺骗我们 我们只好要问上面 是不是他会怎么样的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海 我们叫金夏或者海峡两岸 其实是我们很多人 是可以问得到帮得上忙的 是问得到帮得上忙 但就不是民进党的那些人 就不是在国家拿高薪 然后不干事 然后常常犯错 造成很不可收拾即便的那些人 就是领高薪落实者比 那些人没有办法做事 我们自己有办法做事 我们自己问得到 所以事情在214 那个案件发生的时候 金门跟马祖的立委都说 跟政务讲说 有我们出面来帮你 他不肯 那你不肯 你说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国民党 金门红十字会说 我们来帮忙 我们已经做了 好几二三十年了 我们政务也不肯 民间处理其实很简单的 很简单 相对单纯 对 因为他没有色彩 那红十字会要做他也不肯 他会要自己的 陆委会梁文杰 然后海委会 也是派那个周美武 然后都是那些官方声论的 要跟人家谈 人家当然不敢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在 处理这种问题 你还是要找 比较没有争议的 然后有经验的人来做 民进党在这事情 其实让人家看破手脚 就是接下来赖清德 会不会改嫌预测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你如果要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将来两岸一定会更紧张 是 要说因为上一次 在翻船意外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官方处理 是一直想办法把调子拉高 呛下来都是官员 那这一次真的不是很重要吗 要救赢救我们的人 我们人要救回来不是很重要吗 要神奇一直压低 现在情况是我们碰到麻烦了 因为是大陆救起我们两位 这个相亲 两位被救起来了 救起来了以后 结果有一位是军人 现役军人 可是我们在外岛服役过的人 我们都知道 现役军人不能下海 因为我们是不能够随便 就算休假也不行吗 不可以的 那是很严格的法律规定 而且所以我们现在在问的是 部队长知不知道这件事 那军方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大陆那边 在看你台湾的军方的关系 因为这个已经是明显的 违反的军纪 也就是说我们在外岛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允许 我们暂时下海的话 那会被判断说 是不是有离开 我们叫做叛逃的嫌疑 那如果有经过允许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经过允许的话 那就很明显的 那是不是在从事渗透 或是情报的工作 那这个对大陆来讲 他当然要了解 要厘清楚 所以他也在看你台湾的部队长 你的部队的态度 到底军方态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在沟通的过程中 也可能他们要经过 甚至要经过一段的征讯 因为他们要确实了解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如果说 我们的部队的现役的军人 他要渗透到大陆去 或是要去刺探 大陆的防卫的情况的话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就以一个 刺探对方的防卫底细 那他们可能 那就用间谍罪 或是用其他的 交战的方式来去逮捕 那这个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郝委会到目前为止 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态度 陆委会也没有一个态度 然后国防部也没有一个态度 可是更离谱的地方是在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却没有好好的质询这三个部门 说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给大家一个真相 怎么每次民进党一执政 就不给我们一个真相 我们就一直不理解 也就是说翻船了 大陆死了两个人 到目前为止 不给我们一个真相 然后这两个人跑去海调 被人家救起来了 然后确实有一个 确实军人的身份 然后为什么会是一个军人的身份 到现在也不可能 给我们一个真相 这个实在是我匪夷所思 我觉得为什么一个政党 一个民进党政府 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 都是这样搞得不明不白 粗糙 惨帅 那菲律宾呢 马尔林肯去坐这个位置 是我们想多了吗 你不觉得这个位置 真的很奇怪吗 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 当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画面的时候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朗紧的画面 旁边坐一排这样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美国曾经是一个大国 曾经 菲律宾在美国人眼中来讲 不过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那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而且曾经是他的殖民地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 本身在过去碰到美国人的时候 总会觉得那个矮一绝 尤其是这一位总统 小马可是在美国也曾经被通缉 然后他也有司法的官司在里面 而他的很多的财产在美国是被冻结 那是不是现在被放出来了 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在这一次会见 布林肯的时候 却安排他坐的 好像是长官跟部署之间的座位 所以像他是长官 他是首长在他底下的手下 对 这样的一种安排来说的话 这个当然对布林肯来说 或是对美国政府来讲 其实并不是一个 光彩的事 光彩的事 有点是像羞辱 可是布林肯也甘之如頤的话 那是不是变成美国有求于菲律宾 那也就是说 美国希望菲律宾继续在南海闹 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变成是 美国在求菲律宾说 你继续闹 继续闹 你不要停止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执法 这个力道已经越来越强烈了 那菲律宾再闹下去的话 可能对菲律宾来讲 会越来越不利 这样闹下去真的 像这34个人教授看起来不会觉得 随时感觉很容易插枪走火 出事情吗 最近我们看就是 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动作不断 从仁爱礁 黄岩岛 现在又到了一个 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铁线礁 那仁爱礁 黄岩岛 其实大概加起来超过10次的 这种渔船或者是海警船的 这种插状 插状 都有 然后铁线礁 34个人 人数不少 他从哪里来 他其实从中叶岛 讲到中叶岛 我们台湾要很惭愧 1971年以前 我们的海军驻守在那个上面 然后被命令说 当时有一个维拉台风 各位有没有印象 维拉台风1971年的时候 从南海往上到台湾来 然后台北这边就要求海军这边 到太平岛去避难 有那个必要吗 那太平岛去哪里避难 但是到7月的时候 我要让台风反正另外一个头发来的时候 他真的去避难 然后菲律宾的军人就上去了 海军那个时候要夺回 台北命令说不要干涉 我个人的推测 跟台风无关 我个人推测是美国的安排 是美国的安排 但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中叶岛上面 现在是菲律宾在南海地区 最大的就是军事驻守 跟一般的渔民驻扎的 居住的地方 大概50名军人 有200名以上的渔民 甚至都有小孩 他还办了一个小学 很小 然后选举的时候 还这个上面去举行投票 所以从这边过去的34人 我合理推断一定是如此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点去铁线岛 这当然就是另起炉灶了 对不对 然后持续的再去凸显出 在南海当中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这种 主权岛礁的争议 可是各位看一下 美国一点都不孤单 也不无辜 你看不只是布林肯 现在坐在小马克思的前面 他事实上在小马克思面前 还就是批判中国大陆 在这边单边的声势 造成区域的动荡 然后强调说 这边南海是有一半以上的 全球的贸易 石油商品的经过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听说过 从哪一个时间点 哪一个轮船或者是游轮 或者是军舰 在这边发生过事情 没有 对不对 南海岛礁距离南海的航线 事实上是距离很远 所以单纯的就只是 各方的岛礁争议 但美国要强插手 为什么 你看布林肯到那边 然后大概在四月底的时候 美国跟菲律宾要举办一个叫 肩并肩的军事演习 被称为规模最大的 对 特别就是在靠近南海这边 同时在巴丹岛 各位 北宋岛的北边 有个巴丹岛 我们屏东的渔民都知道了 出去捕鱼 其实都在巴丹岛休息了 有些人还有在那边有小三 但是他在那边现在要建基地 从此美日飞 重点来了 4月11号 美日飞三国峰会 元首峰会要在华盛顿举行 各位 美国是全方面的再去支撑菲律宾 那菲律宾不动作才怪了 对不对 仁爱礁 黄岩岛 当然也到铁县礁去了 34个人太少了 下次好340个人去台游泳 要不负美国期待的概念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旺哲 马上会给各位介绍 这一节加入的节目来宾 第一位文化大学讲座教师 李永明 杨永明 不好意思 没问题 我是杨永明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大家好 这个都怪我跟杨永明的名字 太像了 中间有个泳 不好意思 我想错 再来退席少将 李正杰 李将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好我们来看到 现在这个金门事件 持续延烧当中 那根据我们最新消息 现在是这个一个金门钓客 现在已经可以回家 海巡已经接到人了 那现在陆方的船 已经顺利抵达金门 那无心男子 顺利返家跟家人团圆了 家人也特别准备 所谓的主角面线 让他过个孕 那另外一个胡心男子 因为他有军人的身份 现在仍被扣留当中 那根据中国大陆的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说 这个胡心男子 有编造所谓的职业资料 有意隐瞒 所以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当中 那现在台湾局势非常的紧张 现在包括了解放军的训练场 也藏漏玄机 现在有眼睛的网友发现了 有真实台湾的接警 这个布警出现在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是解放军的 这个画面资料 结果出现了像这样子 举光跆拳道的道馆的感觉 结果真实我们一起去查 发现了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地点 而且地点是哪里 是在桃园的阳梅阳新路 四段18号的这个地方 也有像这样子 举光跆拳道的道馆 所以像是不是等于这个玄机里面 有透露出要打巷战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就一一来检视 包括了现在美国是不是 想要抽腿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像南海局势 持续在延烧当中 菲律宾的34人非法登陆 所谓的铁线交之后 中国两艘的军舰 也在南海展开军演 中国海警局就表示 菲律宾的34名人员 在当天无视于中方的警告 跟劝阻非法登上 所谓的铁线交的活动 中方的海警执法人员依法登交 而且并且查来做些处置 另外央视也说说近日 有海军两栖的船屋是登了 包括了展开的多项科目的演练 先后进行的所谓的实弹射击 还有营救落水人员 还有综合防御等科目演习当中 现在大家很关心 是不是巴士海峡的战略 等于华府是不是要抽手 包括了菲律宾的省长就说 他说港口兴建案让美军抽腿了 原本3月9号的时候 美军的人员预计在4月会到访来细谈 结果3月22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省长凯克就说 美军不会参加所谓的港口开发 还有兴建 最新的说法似乎消除了美中之间 在这个区域摩擦的潜在原因之一 另外小马可斯就说 菲律宾要维护所谓的南海主权 他是没有意思要戳中国这只熊的 说他们没有要故意要挑战的 但是坦白讲小马可斯受访的时候 多少也被问到说 美中在南海的冲突 你有多少信心 他说这真是我们想要避免的 看出来菲律宾的态度 是比较保留一点 现在包括大陆学者 也分析所谓南海局势 他说不会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说的是美国提供菲律宾的支持 但是没有要下场 也只是利用菲律宾 进行所谓的印太战略而已 而且也不希望把事情给搞大 现在美国代理人的事情 不止南海的问题 包括了日本 现在可能也有一些情况所在 因应所谓的台湾有事的情况 现在冲绳要首度部署 所谓的反舰飞弹连 他们将在21号在冲绳 来部署所谓的地对舰的飞弹连舰队 甚至距离台湾最近的 在云纳国岛上面 要部署所谓的电战部队 很多冲绳的民众就说了 如果接受这个飞弹 不知道日后还会被如何强化 冲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工具 看得出来冲绳的民众 对这件事情是有些反弹 甚至现在鱼英机也附飞 冲绳的知识会有 驻美美军的指挥官 当面鸿表示遗憾 他们就说说对于这样的情况 他们会表示遗憾 但是驻冲绳的美军 他们就说对鱼英 在冲绳的安全运作 他们有信心但是没有提到 所谓的相关事故原因 是不是保留些什么 先请教永平姐怎么看 金门的这个情况 接下来因为这个身分比较敏感 他是有军人的身分 回来的时间点 现在好像也有所保留当中 对 当然这个金门 这个军人由中国大陆方面 宣布说认为他的身分 有所存疑 这个事情详情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金门钓客回家 而且海巡也接到人 等于是说在金下渔船事件 2月14号那个事件 到现在还真相未明的时刻 但是海峡两边都有互相救援人 也有互相把人送回 起码我觉得可以说明 北京对于人民跟政府的处理 还是把它切割的 比如说北京对民进党政府的 台独倾向跟各种问题 相当的不讲辞色 甚至认为说 民进党 执政党跟美国 有勾结在一起的嫌疑 把事情越闹越大 可是对人民的友善的程度 还是他努力想要维持的 就是他维持这个双向 但是就你如果真的发现说 有一个人的身份有问题 这件事情到底是情况是如何 现在人扣在他们那边 这就好像说现在两个 死亡大陆渔民的大体 还在金门地检署一样 这个问题大家现在心里 都只能够揣测 那也必须要等待 但是就整个南海问题 还有代理人战争的部分 我倒觉得菲律宾的态度 前居后宫真的很值得玩味 因为大家还记得 小马可氏总统非常的亲美 他在赖清德当选的第一时间 祝贺台湾总统炸锅 中国大陆非常生气 对 很抗议 然后之后不是又有 大陆的海警团跟菲律宾的船舰 有点差状 差状 对不对 有事故 结果那时候 小马可氏总统怎么说 说我们一定要反击 结果他现在说 我们无意要挑惹中国大雄 我们一定要避免争端 所以你看起来就知道说 你要真的想在南海搞事 真的也很不容易 美国也不会答应 北京的湖坡 他是北京大学 海洋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在北京3月22号 由南海战略态势感知 这样的一个论坛 他们所发布的一个 美国在南海行动的报告里面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为什么他们连续6年 发布美国在南海的行动 他却判断说 在南海虽然美中 泰式好像紧张 美国它的侦察巡航舰 超越1000次 这个侦察机 飞机 超越1000次 舰艇的部分 有航母通过台海6次 但是他认为不可能发生 代理人战争 为何 因为他说南海这边的 没有一个国家 帮美国做代理人战争会赢 他讲得很明白 因为军力太不对等了 差太多了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不亲自介入 他想像乌克兰这样 他躲在后面 提供你武器去拼 乌克兰能拼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乌克兰国土广大 他可以到家跑来跑去 而且北约就在旁边 源源不绝的北约 而且他们还可以做雇佣兵 可是南海 北大的教授胡波他分析 他说没有一个代理人 能够支撑跟中国大陆的战争 除非美国介入 而美国愿意介入这么复杂的 整个东海南海的情势吗 而在这个时刻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台湾先不讲 光讲日韩跟美国有军事同盟 问题是日韩也都是民主国家 像韩国这一任总统很亲美 可是他们马上总统也不能连任 再选下一任总统情况会怎样 而日本就算非常亲美 现在也对中国很忌惮 可是美国要把它武装成火药库 比如说在冲绳 现在都引发如此大的反弹 再加上菲律宾 菲律宾大家不要忘了 他的选制也是一样 他的总统也是不可以连任的 而他总统跟副总统分开选 他现在的副总统 是杜特地非常亲中的女儿 他已经说了他下一次 他也要去竞选总统 所以对美国来讲怎么办 这些国家 其实都跟他有军事同盟的 这些情况下怎么办 说到台湾 如果台湾真的单独的 来搞什么巷战 你说解放军用了台湾的街景 如何的 我认为你要真的部署都很正常 就好像我们台湾 现在在部署训练 你没有把中国大陆的一些基地 一些地方做假想敌吗 一定会 知己知彼 但是会不会真的打 至少北大他们的分析 认为在整个南海来讲 短期内要发生代理人的 战争的可能性 他认为并不大 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 要留意的发展 是 杨老师你怎么看 什么叫代理人战争 我来帮大家理解一下 或者我们简单讲叫代理人战略 他其实就是两个大国的 对抗过程当中 透过第三国去消耗对方大国 这个在历史上 不是只有20世纪冷战时期 在过去的历史上 其实是非常常见 冷战时期最有名的代理战争 就是越战 那就是苏联透过越战 去消耗美国 你现在看到最典型的代理战争 当然就是俄乌战争 就是俄乌战争 所以代理战争 大概分为三类 代理人战略 第一个是代理战争 第二个是代理冲突 第三个是代理分担 代理战争就很清楚 打起仗来 这个小国跟另外一个大国 对象大国打起仗来 然后冲突你就看到 现在的台海菲律宾 其实就不断的出现冲突 分担的意思就是说代理国 其实是分担到这个主导大国 他的军事基地各个方面 你看看就很了解 现在整个美国的战略体系 那这些代理国 通常大概跟这个主导大国 要不然有军事同盟关系 他才会去打这个仗 对不对 要不然有军事合作关系 他才会肆无忌惮的就是说 老大在后面支持我 我可以跟这个旁边的大国 对象大国去做冲突 但不至于发生战争 或者是他得到了一定的军事援助 有助于他在国内的政治的巩固 必须要不时的做骚扰 不时的做对抗 但是掌控在避免发生战争的层面 但这都想得很简单 因为你这种同盟代理人 或者是牵制代理人 往往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 到后来以为你自己是个投机的 这种代理人 可是变成一个愚蠢的代理人 为什么 因为对象大国会采取军事行动 经济制裁 灰色冲突 以上我这样讲下来 你有没有发觉在台海 在菲律宾 完完全全 除了还没有发生代理战争之外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因为菲律宾跟美国 有一个相互的防务预条约 但是又不是真的像日韩 跟美国这样的一个条约 所以小马可是没有那么足的底气说 我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来帮我 你想想看 美国在菲律宾有什么军事基地 小小的 那不算 没有大量的美军在这边 它的底气不够 所以他想要透过这个仁爱交 这两天又是铁线交的冲突 来制造一种牵制 来制造说在南海 中国是一个单方面 改变这个秩序的大国 然后让美国在它的国际秩序上 可以去在话语权上 在一些动作上 在盟邦的团结上 去持续的压制中国 这是作为菲律宾的代理人角色 什么东西 代理冲突的这个角色很重要的 但是他会发现到 这个会不会一旦走过头 中国大陆可能 当然军事行动我们现在知道 应该是不至于 到十次以来的这个船的插撞 他都是用海警 这一次在铁线交 他也都是用 就是说来去驱离的这个方式 登记驱离 所以但有一天会不会 失去耐心 很难讲对不对 或者是接下来会不会有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就会牵执到小马克 是他内部的经济利益的 对不对 你现在看看之前的澳洲 澳洲以为自己跟美国是军事同盟 所以以前的蒙里森就讲话很激烈 大陆就采取了一些军事上 经济上的作为 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所以这个是做 你要做一个代理国 你要有个觉悟 你有没有真的跟这个大国 有军事同盟关系 有没有真的说你能够不顾一切 去跟他冲突 你能不能承受经济制裁 或者是军事行动 或者是灰色冲突 台湾一定要想清楚 是 这个立将军怎么看 现在包括这个巷战的部分 有可能发生吗 我跟你讲 解放军有一句话 就仗在哪里打 兵在哪里训 然后这就是准备在杨梅打 我先跟各位分析杨梅 直接在投缘就对了 对 就一定是杨梅 为什么呢 因为杨梅你大家知道 旁边有个叫高山顶 那是一个旧的营区 你从高山顶那个地方 向北边它就砍制到哪里 桃园机场 然后前面就是什么 桃园机场旁边 就是我们经常讲 红色海滩的那个 领口海滩 我们经常讲 就是它登陆海滩 如果说那边有可以 正规登陆海滩 再加上机场的空降 机降来讲的话 那杨梅高山顶这边 阻断这条路以后 大家要知道往南是哪里 杨梅高山顶往南就是湖口 湖口我们两个庄家旅 摆在那里 如果说是我用突袭的方式 占你的高山顶 整个南北交通要道 全部被切断 各位可以去阳梅那边看 包括高速公路 包括台一号道 包括铁路 然后翻过阳梅高山顶 就是这个小人国以后 对不对 就是台三号道 所以这个地方 是有战略目标的 那当然 这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国三号道也被切断 国一号道也被切断 台一号道铁路 全部被切断 南部的两个庄家旅 就上不来了 这叫做把地点 阻绝在南部 然后整个地方 就变成它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叫做滩头阵地 包括有机场 包括有正规登陆的海滩 然后还有几个很重要 包括领口发电厂的港口 它都可以运用 警戒一下我们台北市就危险了 立将军 你讲得这么明白 杨梅的房价要叠价了 对不对 那个豪元人听了不是觉得 将军你讲这么详细 原来我们一开始还以为说 他这个点是可能自己 可能搭个看板上去了 原来是有战略目标的 他就是到这里来空降突袭 这就是空降突袭 我们讲说探头阵地 什么叫探头堡你知道 一定你想想看 如果说杨梅高山顶 到旁边小人国 然后这边整个切断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好一个探头阵地的位置 我向南可以阻撰你南部 来增援的兵力 然后向北边 我可以慢慢吃你台北市 所以这个地点来讲的话 你看看他做出这个东西 可以晓得他不是乱做的 他不是随便拍张相片就弄出来 所以解放军讲说仗在哪里打 我兵就在哪里练 他仗就准备在阳梅地区打 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讲说是巴丹岛这个事 巴士海峡 我大概前两个礼拜 美军那时候跟菲律宾签约 说是要在巴丹岛帮他盖这个港口 他说他说万一台湾有事的话 利用巴丹岛把在我们台湾的 菲律宾的飞用 利用巴丹岛接回去 那时候我就研判没有那么简单 这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 因为巴丹岛距离台湾才190公里 然后如果说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前任我们在墾丁地区 有很多的这种雄风飞弹 在那边做演练 大家在墾丁公园看得很热闹 就战车或者飞弹在那边跑来跑去 其实你知不知道 那雄风飞弹或者是说雄山的飞弹 或者天空飞弹的射程 都超过200公里 也就是说美军在巴丹岛 在南边摆一个巴丹岛 摆一个海空的发射阵地 然后我们台湾这边在 在墾丁那边摆发射阵地 完完全全可以封锁到巴丹海峡 也就是可以彻底把解放军 他在海南岛的 不管前线部队 或者是他的南海舰队 完全堵在巴丹海峡里面 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那对解放军来讲 他是熟可忍 熟不可忍 你不知道堵在这里面 那你逼得我非动手不可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上面 你那段写的 解放军来讲的话 他的两栖正路线已经出发了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 硬要在巴丹岛这边 做军港的话 做军事用作 堵住我的话 那我为了求生存 我一定会有所动作 那我认为的动作会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东沙 你看东沙又对着巴丹岛 他如果说拿他东沙 你巴丹岛来讲的话 我就必须从这里进出 这个是双方在 我们下象棋来讲都知道 你卡到我的要点 我就想办法要解决我进出的通道 所以我觉得美军来讲 他现在也知道说这个知识体大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硬要去站的话 堵住他的路 然后最后他就非跟你动手不可 所以现在来讲 很明显就是美军认怂了 就是我就不在这边建军港 完全用三港的谜意 用三港美军不再进入 我觉得是在给美军 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台 不在这边做军港 免得对解放军来讲威胁性太大 那会插枪走火的 是 好 休息一下广告后来 继续讨论 讲的太明显了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一节国际与国内一体的 大白话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 平安 资产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先看看 国内的政治焦点 这个诈骗集团 最近在台湾 引起了很多人抗议跟反应 被诈骗的很多民众之外 连名人都拿他们 没有办法束手无策 可是诈骗集团里头的 御用律师团 有些消息可以走漏 让他们从上游可以掌握 的这个诈骗御用律师团 居然有无私遥的人马吗 这是立委王浑威踢报的 他说这不就是陈欧破第二吗 他说他不但跟这一位律师 站在路口一起拜票 庆功宴一起举行 跟诈骗集团一起庆功 那受害者秦何以堪 是在跟陈欧破看齐吗 过去陈欧破怎么样 包括房子啊 还有其他的汽车啊 拿到对方给的资源 那当时陈欧破辞了立委 现在无私遥也要辞吗 那无私遥的回应是说 哎呀 志工律师团很庞大 50多个人 他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 所以三年多来轮值13次 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来澄清 那其中沈柏阳也帮忙赞相 我在脸书帮忙讲话 攻击王浑威进化公式 说看到有什么党的人物 跟任何人合照吃饭 就是什么色包庇啊 或者是绿色啦 帮他把圈圈叉补起来好了 不然念起来很累 绿色包庇 绿色金库 绿色奇迹啦 他概念是这样 这是他所谓的公式 但跟你们抗中的反应 不也是差不多 你用你的逻辑 在思考这个问题吗 但同时在两岸之间 的确是很多的紧张氛围 缺乏沟通管道的 美军在加萨这边 做了一件事情 打造临时码头 这个联合摊岸后勤码头系统 被形容像是一套 乐高的金属码头一样 把这个坡道积木组组合起来 就可以把所有的船舶跟海滩 连接起来 这个码头建在加萨走廊 这个区块的时候 有一位美军的军事专家 艾克赛还跟媒体说 他目的是练习重要的 作战任务 帮助美军在台海开战的时候 可以击退中国的攻势 当中国的飞弹 如果弹如雨下的时候 怎么办 这些美国人可能就会被命令 在台湾周边海域 再次建造这样的乐高码头吗 那当然加萨的制空权 人是以色列 那美国手上不受谁威胁 台海有这么容易吗 来看看中国大陆的部分 有一个鹿板鹰眼空颈600 平凡是非 很多军事观察家 在看这一艘MD-22的无人机 被说是鸡押美俄怎么说 它最高速度可以到七马赫 比美黑鸟之子 还要速度更快 那么各项参数也是 更优于其他的无人机 所以预计在是非的这么多次 被观察到之后 可能不久就会正式亮相 他就讲到制空权 这样的码头是不是有办法 真的被应用在台海呢 而中非之间的冲突 没有停 越演越烈 再度的指控说 菲律宾擅闯 这个是在新加坡专家学者 在看这个事件的事 就是说 菲律宾继续召集媒体到仁爱郊去 那么除了渔船去 那同时也有媒体一起随行 目的当然就是要观战嘛 那观家认为 这个是叫做非法运捕活动 召集媒体现场观战 借机来做碰瓷 是一种操作 他们中大陆批评说 这根本就是刻意 要在国际上污蔑中国的色套的做法 那新加坡学者是怎么分析 他认为不排除双方的纠纷 本来是小小的插状 民间的跟这个巡警相关的小冲突 有可能升级成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或者是引来美国介入之后 为美中关系带来非常直接的挑战 甚至冲击 那仁爱郊的争端 每日都挺菲律宾 马上有个大规模的演习 他们也都批评说 这个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第四条的试用范围 是属于他们管得起的试用范围 说中国大陆很危险吗 因为在菲律宾船 就看到媒体的画面上 就被喷水住 举了白旗 甚至严重的损害 马尼娜就侵略行为 召见了中国的特使 而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说了 如果菲律方面 一再的挑战底线的话 中国将可能采取 坚决裹弹的措施 这是什么呢 不知道 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 海洋权益 这是什么 是下一步会是什么 当然外界不知道 但日本方面不是也是 这个共同协防条约吗 条纹里面的范围之内吗 首相岸田文雄 马上就要防美国了 他则是引用孙子兵法 美国人跟日本人的 孙子人物都很喜欢用这一段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 故上兵伐谋 重要的目标要嚇阻发声 无力可能发声 没有正在给它发声 要嚇阻对方 但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除此之外还有印度 印度重兵抗中 印度在海军部分展开的历来 被认为最大规模的部署行动 有11艘的潜舰 35艘的船舰 要说维护西部海岸的商业贸易 所以重点在于 以因应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一共这么多的船舰 都在这里集结 目的当然是要秀肌肉 来对于中国大陆部分 展现影响力 斌哥 亮哥 不好意思 我们先看看国内的部分 吴思瑶这个事件 跟诈骗律师一起庆功 观感不好吧 还是现在民长反正就是硬拗 没事就好了 这个就要看他跟律师的 密切合作的程度 他是说他是50个志工之一 事实上陈欧柏在案发初期 他也这样说 结果后来就发现 连房子都跟他有关 然后也是他的金主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进一步查 就是那个律师 到底跟吴思瑶的合作关系 有没有跟进一步的金钱 上面的合作 或者是你是美洲服务处的 服务律师 那这样就非常紧密了 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状况 所以我说 这个走到目前是没有胜负 要看进一步 能够提供什么资料 那美国跟加萨提供的 这个临时码头 坦白讲跟台湾是完全不同性质 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 加萨面临那个 我们讲那个东地中海 那个海面是完全是美国 控制的 所以他就是希望能够对加萨 目前陷入营养不良跟饥荒 能够给予更多的食物的补给 因为他如果用空中空投 有人算过一天不到四万包 远远不够 因为目前需要食物的人 可能超过一百万人 所以美国才会想到这个方法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即使坐好这个码头 你上去之后 那请问路上的运输怎么处理 你有足够的卡车吗 那请问道路是平顺的吗 还有区域面积那么大 你如何运到各个地方 这些都是问题 那台湾完全不是这种问题 台湾是发生战争的时候 第一个请问你没有被封锁吗 你码头能够靠岸吗 会不会被炸 对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美国本来不是说 要在巴拉旺岛那边盖一个基地 可是现在又否认 改口了 美金又改口说 没有 我们没有要介入 现在就是纯粹是菲律宾 他好像要弄一个撤侨的一个基地 就是万一出现状况 菲律宾的移工在台湾有15万人 那政府总要负点责任 可是他本来传出来的是 要作为台湾必要的 弹药补给的基地 那现在美国不承认 我觉得美国一定是知道 有一定的困难 你如何靠近 因为到时候整个海岸线 都不是你能掌握的 这个跟加萨是完全不一样的 菲律宾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4月11号岸田要访问美国 那要到美国国会演讲 而且主题就是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一定就是日美的安保 就对抗中国 那这次他要戴上菲律宾 所以小马可事是要跟班去的 所以他当然希望在南海做出成绩 让美国日本觉得他有用 所以他就批评的在闹动静 就是说各种政治式的碰瓷 最好你来揍我 让我有伤亡 那我就可以把事情闹大 坦白讲中国大陆也是很头痛 就是说这种事情 我坦白说了 中国大陆内部 非常火大的人也一堆 就是说干脆就把仁爱教 那个破船拖走算了 事实上我也听过兵哥 就做出这种建议 干脆就给你拖走 因为你要知道这种事情是这样 因为像2015年 中国大陆跟越南 就是真的在981的 专警平台发生冲突 那个是真的冲突 那冲突之后你没发现 中国跟越南的关系 现在反而变得比较好 所以有时候 你还是要必要 展现你的强制手段 事实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他的外交的两难 我坦白说 这个如果是美国跟俄罗斯 早就揍你了 谁敢去惹俄罗斯这种事情 你说这边一直闹闹闹 你去看着他家半岛闹闹闹看 俄罗斯早就出拳揍你了 那现在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要 维持一个战略耐性 相对自治 对 可是就说人家就觉得 就这个叫什么 软土伸瘸 你知道就说 踩到底线吗 你不敢打我 你不敢打我 就这样 我说你纸老虎 你不敢打我 打啊打啊这样 对 可是你打会不会中计 是不是他故意来碰瓷 然后制造一点场面 然后他可以去美国 就跟美国日本一起邀功这样 所以中国大陆是真的有点两难 林哥 刚刚立法院那个学商 大概破功了 因为黄国商就说 不支持让议事人员背黑锅等等 但武士尔这些民党的立委来讲 很在乎这一块吗 就想知道他们很在乎咨询权要拿回来吗 或者是像这个有个设诈律师 来澄清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应该要谴责的 无论如何诈骗集团 我们政府已经取缔不利了 现在如果他的团队里还有的话 切割得了吗 其实今天下午的协商 我是根本就不赞成 根本就不应该给他机会协商 没什么好协商 他们自己的动作就已经表明了 他们根本也不在乎什么咨询 他们要的只是政治操作而已不是吗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跟他协商什么东西 所以没有结果是正确的 至于吴思尧这个东西 当然你说民意代表在外面走跳 难免会有很多 这些人要来支持你 我怎么知道他背景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解释 但毕竟现在整个社会对诈骗集团的观感 非常负面 所以我觉得吴思尧就是要赶快去厘清 这些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 如果只是单纯的支持者 那就比较好 如果有更深的问题的话 就好像林秉书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你到现在也没讲清楚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吗 你都可以这样好饿你要吃牛排 然后结果后来你又跟我说 你跟他不熟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敢跟陌生人这样讲话 我就觉得很恐怖 至于沈柏阳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你说这个什么只是吃饭怎么样 你就直接把他这样子联系在一起 你平常联系更离谱 你只要去按你的导占的 只要去稍微骂你们几句的 骂民进党的人 全部归类为中共同路人 你是这样归类的 你平常 甚至我还看过有只打一个叉叉 然后一个这样 就弄个笑的表情 就被他归类为中共同路人 他就是这样干的 那你好意思这样去讲 会不会太好笑 那当然我也希望王文威委员 就是最好能够找出 更多的证据来做指控 因为我觉得毕竟 这只是一个连结而已 表示他们认识 表示他们有接触 但是这不能够直接就证明说 吴思耀一定做了什么事情 那至于说 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南海的问题 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吗 美国现在私底下 可能是继续在进行对抗 送往飞兵去对抗 可是台面上他是说回去了 你看他前两天不是 那个印太司令直接想说 我们没有在金门驻军 他直接就这样讲 然后你看他 他现在很多动作看起来 就是又变回 比较低调的一些模式 就表示像刚亮哥讲的 在巴拉旺这边 他也是说 我们也要建设基地 这是干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 不想直接跟中国大陆 至少现阶段 他不想做直接性的冲突 所以你菲律宾可以去闹 你尽量去弄 然后搞得中国大陆 烦得要死不可开交 但是我美国不要直接 跟大陆发生冲突 那这种情势还看不透吗 那至于日本岸田文雄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是问题是上兵伐谋 你又不是出谋策划那个 你是小弟 你只是人家像你去干嘛 去干嘛 谋轮不到你 你就听话了就对 刚刚插播新消息 就是不是政党协商吗 那咆哮哥再度发威 黄国昌痛骂谁呢 柯建民 就说我在讲话 你插什么嘴 每次别人讲话你就要插嘴 然后咆哮完之后就离场了 所以显然政党协商 他不签字 那就不会有结论 刚刚好 我们赶快时间就在看这一段 也蛮好笑的 好 小建长 怎么看这个所谓热高积木 好像讲起来好厉害 大外宣大内宣 到时候要用在台海的码头吗 我们先看菲律宾 从菲律宾开始看起的话 其实菲律宾就一直靠着 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三号 在那边声势 而且大陆方面他的态度很清楚 他只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也就是补给的物品 是生活必需品 你不可以送建材 去补强你那个已经快要 快要那个秀烂的 这个马德雷三号第一个 第二个也就是你物资补给的 跟人员的轮調 你必须要事先沟通 也就是你必须要通知大陆方面 第三个也就是沟通完之后 然后接近仁爱礁之后 会进行识别跟查验 但是我们看看实际上的状况 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马德雷三号 这个就是补给船的船头 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什么 这张照片其实也就是这些记者 跑去那边打卡 去那边去照相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这张是最近的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直接在上面放飞什么 直接在放飞无人机 摄影机 对 所以我就是这小小的这一架 是无人机 空拍的那个摄水柱的画面 是他们拍的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最起码有三座以上的摄影机 在这边拍 你真的觉得 他们一般的海警船上面 会带这么多的摄影机 就差没Live了 对 他们之前有Live过 对 那他们有秀上面这张照片吗 其实没有 上面这张照片是什么 就是解放军的直8J的 这个舰载运输机 他直接在这里是哪里 这是铁线胶 他直接用悬翼来吹沙吹水 让这些人没有办法 在上面待下去 他有秀这些照片吗 没有 那刚刚蒋秋讲说 这一个问题 乐高积木 乐高积木 现在美国还在从事中 我们看一看解放军 到底做了什么 解放军他在今年的 对不起 去年的9月25号 他在东山岛的外海 他就做了这么样一个演练 那这个演练里面有什么 他有07 1的综合补给舰 然后综合登陆舰 还有072的大型登陆舰 还有075 075 075在这 075也就是两栖攻击舰 那他的船在这边干嘛 第一个 我们常常讲到的滚装货轮 他的滚装货轮 里面装的都是战甲车 然后装的都是军车 然后这个车跟什么对接 其实他是跟所谓的半潜船对接 跟半潜船对接也就是这个部分 他对接之后 上面有一个我们海军叫做浮箱战桥 这个可以直接连到马路上 这个是2022年的照片 那我们来看 其实最后也就是这样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滚装货轮 这就是半潜船 他接过来之后 这就是浮箱战桥 那个结合出来的 直接上滩头 这个解放军都已经是一个 常态化的一个演练了 你们现在才在做 说上一次已经是2010年的做法 其实你们是在干嘛 就跟刚刚菲律宾一样 菲律宾是在做什么 菲律宾其实就是操作舆论 污蔑大陆 那美军讲这个 所谓的联合贪汉后勤 他讲这个是什么 他讲这个一样是操作舆论 唬弄台湾 让大家觉得 哇我们只要出什么事 解放军一定来帮我 你确定吗 解放军只要 真的要进行武统的时候 一定先把台湾封锁 那个才叫做区域拒止 天天讲反介入区域拒止 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区域拒止吗 那就是封锁